Rombant Taiwan 2019失智鎮全国宣导活动南投厂 今年由愚人之友基金会主办 执行长李希昌表示 希望透过采接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重视 并且接纳失智鎮 进而能够创造失智友善环境 今天早上从地理中心碑 一支一路的走到我们普吉的长造中心 沿途上有非常多的社区参与 大概有二十几个社区 大家都来共襄盛举 为了要让失智政策 可以在社区得到友善的对待 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普里有这样的一个 进步的公民的意识 大家都知道应该要 如何的来对待我们的长者 用陪伴 让他们在 虽然在生病的期间 也在社区里面 可以有一个自在的生活 有一个安心的生活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先演业人壮表示 希望借由这个活动的举办 让大家更了解失智政 并且能够让社会大众 对于失智政家庭 有更多的关注与关心 也感谢愚人之友基金会 长期以来关注社会福利工作 也希望借由他们的抛砖允育 能够将关怀弱势 以及长者的精神 能够延伸到每一个家庭 我相信很多家庭 其实都有随着社会的一个眼镜 很多无名病渐渐的产生 失智政我想也是其中之一 借由这个活动的举办 让社会大众 让南投的乡亲 能更了解失智政家庭的一个辛苦的面向 也更了解失智政的一个问题的产生 然后让每一个失智政的家庭 也能更得到社会大众的一个支持跟support 非常感谢愚人之友 在在的为普理的乡亲 举办很多弱势 很多长者的一个照顾的活动 希望这个精神 能延续到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 先议员陈宇军表示 失智政患者需要大家共同来关怀 也希望大家若是看到长辈在街上徘徊 能够利用看问流播的SOP 来帮助失智政患者 能够找到回家的路 也感谢愚人之友基金会 能够举办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这里也提醒大家 如果在街上有看到 有人就是在你东张西望 可能他就是失智患者 那第二个就是要去问他 问他住在哪里 然后你家里的地址 电话在哪里 如果他没有办法回答 那就是有问题 那这时候就把他留下来 最后要拨电话给相关的单位 或者是家里的人 然后这样子才能够对这个失智患者 做好最好的一个防护 那在这里再次肯定我们的普吉 的愚人之友基金会来办这样子的活动 副一长拍拳 肯定愚人之友基金会的用心 也希望社会大众都能够共同来关注 失智症患者 创造失智友善环境 记者陈伟一普里采访报道